你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很像一坨白色的Olegan 大家好,我是三斤的嘛 今天的话,咋们又来撸蛇了 最近的话天气有点回温 然后我去观察我的蛇的时候我发现 我的白娘转成了一坨,像Olegan的形状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 有点奇怪,它好像有点发情了 然后最近也不怎么吃东西 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比以前变得更夯的 这个东西的话前段时间挺喜欢咬我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的话脾气变得特别的温顺 你们看,甚至的不带反抗了 就说成那么一坨东西 真的不是因为冷啊 西门广东的话,最高温度也接近22度了 都可以出冷秀了都,明时不怕冷的话 虽然是晚上还挺冷的 但不得不说这一大坨白色的东西捧手上的话手感是相当不错的 那请你们看,随便撸 随便撸 怎么撸它还不太生气呢 我看一下把镜头垃圾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那个表情 它前段时间的话刚退了一次皮 所以的话它那个铃片特别特别的亮 而且录起来手感的话也特别的滑 一点杂质了没有 而且它这个状态的话 这一看好像是有点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钱了 然后还有点巨石 就是不吃东西嘛 这个东西一般来说的话 300多克的蛇 快400克的蛇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不得不,这样录起来的话真的好玩 应该是发钱的 得给它找个老婆了 但是它那样老婆的话 太小了 只有180克 所以只能先委屈它一下子了 毕竟这个大小完全就是 不符合规则嘛是吧 犯法不行的嘞 不对啊 这两天这个东西脾气是好了很多 难道前段时间是因为它想退皮了 所以导致它脾气比较爆嘛 你们看 斗都不带斗的 尾巴摇都不带摇的 之前的话我一上手 那尾巴就嘘嘘就疯狂地摇 然后就摇我了 我给这东西咬了两次 之前的话为了拍一期视频的话大概 短短两分钟的视频 我中间给咬了三次 所以说 都没有咬出血 但是也是痛的呀 为什么我觉得我这要死的话好像开始有点成熟了 应该是最近又肥了 好像是又肥了呀 不对啊你巨石怎么还能肥的呀 我看它那个肚子好像比之前圆润了一些 我这这个手感真的好爽 这个手感的话大致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 呃就是捧了一坨 就是热乎的那个热乎的那个东西在手上就是 呃 老巴的那个东西知道吧 大概是一个感觉 只不过它是 是固体不是液体 我刚刚 细手上说我还进去的发现 这个东西好像还自带那个稳定器 你们看 你们看 我怎么移 它那个头都始终盯着我这个镜头 看 看 憨了一批 特别的憨 他是不是知道镜头的存在呀 哇 不不能晃了 再晃这东西就晕了 但按道理来说的话 这东西脑子那么小 应该不会意识到有镜头的存在吧 不知道待会没发现啊 这东西有有在刻意的看镜头 一直在盯着镜头看 看看 是吧 我怎么扭它的时候的话 他都会盯着镜头看 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很像大臭名 臭名的一批 白娘的话好看就是好看在他那个 这个 膚色 不对是那镜片的颜色 纯白以及那个舌头颜色 粉色的 其他 就没什么太过的一个突出的点了 好了 录的差不多了 那咱们今天视频先要这个位置吧 咱们先把它放回他的那个缸里面去 不要让他受惊了 可能最近有点 想老婆了吧 到时候有点不吃饭 茶不吃饭不想的 今天视频先要这个位置吧 我们下期再见 西哟 拜拜 我得给 好